同学们好 下面来看第三册的61个重点剧 就是26课 126页第13行到14行 请看这句话 The response to this competition was tremendous 对于这次比赛的反响是非常之热烈的 大家蜂拥都来享用这次比赛 那么这个剧情呢 咱们在生活中可以多尝试尝试 就是对于什么什么的反响 很热烈 很平淡等等等等 这个剧情拿出来 咱们可以把它背下来 叫做The response to something 注意后面接下来to is或者是was 就看你是什么事态了 是现在还是以前了 如果是非常非常的热烈 咱们可以用这个形容词叫tremendous 巨大的非常非常之强烈的 如果是很冷淡呢 我们用温吞水的 温这个很温吞吞的 并不那么很热烈的 这个词我们可以大声读一下 look warm look warm 就是很平淡很冷淡 没有什么人响应 咱们类似的可以写个句子 咱们看这句话 学校提供了一笔1000美元的奖金 给第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学生 大家对这次比赛的反应很热烈 或者说很平淡 前面有一个表达 叫学校提供了一笔1000美元的奖金 给第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学生 这个表达可以怎么去说呢 咱们最好有参照一个示范 比方说咱们看一下第20课的第一句话 就是90页的第一行 咱们照着写就保证地道了 90页第一行 这个句子里面说 在1908年 诺斯科利夫寻爵 提供了一笔1000美元的奖金 给第一个人 就是第一个什么人呢 能够驾机飞越 应激励海峡的这么一个人 我们看到了 提供一笔1000美元的奖金 用的是 a price of什么什么 前面提供用动作offer 给这个人呢 当然是to somebody 这个人会做哪个事呢 who would 什么什么 因为他要做还没做呢 用过去将来时 那本文中照着模仿 看能不能怎么写一下 这个学校 我们这个大学 the university 然后提供了一笔1000美元的奖金 offered a price of $1000 1000美元的奖金 给谁呢 to 这个学生 the first student 第一个学生 什么学生 who would 解决这问题 我们依然用名词结构 我们不用solve 用solution这个名词 who would find a solution 能够找到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后面加什么借词呢 当然叫to to the problem 这个难题的方案 the university offered a price of $1000 to the first student who would fi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然后说 对于这次 这个比赛 这个竞赛的反响 是很激烈的 或者很冷淡的 咱们再套用一下这句是 the response 加什么借词 加to to the competition 是很激烈的 或者是很冷淡的 这是过去的事啊 咱们用was was tremendous 或者是如果 好 这个句型 咱们可以把它记忆记 在生活中 可以拿过来就使用了 这个句子的重点 咱们看到这里 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册的 第62个重点句 就是第26课 126页的第20行 到第21行 请看这句话 It was so heavy that crane had to be used to remove it from the lorry 这个It表示那个大饼干 这个饼干是这么的重 以至于呢 用了一辆大吊车起重机 才把它从卡车上搬了下来 这个前面这句型简单 so net 就是so如此以至于 再加大结构 后面加结构状语重句 如此以至于 这个大家都会 但我们看到 crane 叫起重机 大吊车的意思 注意它用的是被动 一辆起重机 被使用 然后把它从卡车上运下来 但是我们中文中 我刚才没有说被使用 咱们看怎么翻译呢 咱参考一下127页的译文 咱们看书啊 127页倒数第二行 他翻译的好 他说什么呢 饼干分量太重了 用了一辆起重机 才把它从卡车上卸下来 他用的是用了一辆起重机 中文中是主动的 英语中用的是被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文中 咱们一定可以用主动 中文的句子没有严格的语法 中文的句子甚至可以 没有主语 你看这句话 用了一辆起重机 才把它从卡车上卸下来 用了一辆是谁用起重机呢 文中没有交代 是谁不知道 但中国人可以没有主语 所以依然是主动 但英语中除了起始句之外 咱们是必须有主语的 所以在这时候怎么办呢 没有主语的句子 中文的无主句 就没有主语了 在英语中只好用被动 为什么呢 只好把宾语变成主语 后面用被动 一辆起重机被使用 把它从卡车上卸下来 所以大家记住 在写作中确实 英语写作会大量的用到被动 尤其是咱们中文中的无主句 因为我们在写文章 现在大多数同学 还是一个汉语英的过程 中文想好了 看英语怎么把它翻译的地道 咱们看几个例子 箱子太沉了 用了一辆卡车 才把它运到目的地 咱们几个人可抬不动了 用了一个卡车 太沉了 以至于怎么样 可以用so that 那么用了一辆卡车 谁用卡车呢 不知道 咱们只好说一辆卡车被使用 就好了 咱们来练一练啊 the box was so heavy that a lorry had to be used to carry it to the destination 箱子实在是太重了 一辆卡车被使用 才能把它运送到我们的destination 就目的地 这个句子是对的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两年多来呀 这条街上新开了很多商店 两年多来是个时间状语 这条街上是地点状语 新开了很多家商店 有注意吗 这句子没有注意吧 这条街上是地点状语 两年多的时间状语 谁开的商店不知道 那么只好用很多商店被成立了 好了可以怎么说呢 in the past two years many shops have been set up in the street 在过去的两年中 很多家商店被成立了 在哪呢 在这条街上 只能用被动 好 这是这么一个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咱们来个英语汉吧 反过来 咱们英语中的被动 看翻译成中文 看这句话 a new government was organized after the war 一个新政府在战争结束之后 被组织起来 被成立了 咱们中国人不说新政府被成立了 那该怎么来翻译呢 先说战后成立了新政府 特别简单 战后成立了新政府 谁成立的 管他谁成立的 反正新政府被组织起来了 在中文中用五主句翻译就好了 所以大家记住 以后在中文中的五主句 在写英语的时候毫不犹豫 直接把滨语变主语 用被动 这又是在写奏中 一个必备的 一个基本功之一了 好 这个重点句 咱们就学习到这里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册的第六十三个重点句 就是二十七课 一百三十页的第一行 请看这句话 It has been said that everyone is by selling something 据说每一个人都是靠卖东西为生的 这个据说 这个句型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本文中用的是经典句型 It is said that It就是据说 前面这个It是形式上的主语 这个事情是被说的 什么事情呢 后面这个That引导的从句是真正的主语 就是主语从句了 但主语太长放到句末 原来主语位置摆一个样子 放一个形式就是It 本文中之所以用完成识呢 它是强调对现在有影响 说明古代人这么说 到了今天咱们依然承认所用完成识 如果不强到这个影响呢 用一般识也可以 当然表示据说 这只是三种常见表达之一 在新更年二册 咱们还见过另外两个主动的结构 意思是一样的 怎么说呢 可以说They say that 或者用People say that 就据说也行的 咱们一般不翻译成他们说 人们说就是据说 三个结构一般可以替换 但是我们今天要重点看一看 这个形式主语加被动 后面再加主语从这个结构 叫据什么什么 咱们可以多看几个 对吧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据报道 It is reported that 据报道 再比如说我们据信 It is believed that 就大家都相信这个事 这个事是被相信的 都是后面加that引到主语从据的 据估计 It is estimated that 据估计 这个事是被估计的 就好了 这个结构可以写的更复杂一些 比如说必须要承认的是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这个事必须被承认 什么事 后面主语从据慢慢陈述 再比如说必须要指出的事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必须被指出 然后后面加这个主语从据 必须要被强调的事 相信大家都会写了 It must be stressed that 必须被强调的事 或者说可以预见到的事 这个事是可以被预见到吧 It can be foreseen that It can be foreseen that 英语中为了避免图众矫情 复杂的主语一般都放到后面当主语从据 而前面的主语不能空着 再加一个形式主语就好了 这就剧情我们可以同时把它记忆 在考试中写作中直接可以使用了 好 再看到这句的后半句 看到主语从据里面的内容 那么说什么是据大家所说的呢 就是每个人都是靠卖东西为生的 这个结构呢可以记一记 就靠做某事为生 live by doing something 这个by后面一般都是加动词的名词形式 doing 靠做什么事为生啊 他做哪一孩的呢 本文中是靠卖东西为生的 再比如说 He lives by writing 他靠写作为生 和of course he's a writer 他是个作家的 He lives by sewing So是什么 缝缝补补补衣服吧 他靠缝纫为生 so of course he's a tailor 这是个裁缝 那么看下面这些人是以什么为生呢 咱们看一下 174页的14行到底15行38个里面 174页14行到底15行 请看这个 The nomads who made these markings lived by hunting and fishing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which began about 35,000 BC and ended about 10,000 BC The nomads 这些游牧民 什么游牧民呢 做出了这些标记 这些符号的游牧民 他们靠什么为生 live by hunting and fishing 大家知道了 这是靠打猎和捕鱼为生 咱们翻译的简洁一些 就是以鱼猎为生 对吧 这个打鱼 那个鱼猎的鱼 三点水那个鱼 那么他们在什么呢 冰川时代的晚期 大概开始于公元前35,000年 结束于公元前1万年 咱们在第三课见过BC 是公元前的意思 靠什么为生 做猫是为生 用live by doing 但是做个变戏 写作中不要搞迷糊了 别把它弄混了 live on something 如果后面加on 后面一般就不加动名词了 直接加名词 什么意思 靠某种食物或者生活来源为生 就是钱是从哪来的 一般是加名词结构 比如说我们看例子 he lives on meat and milk 这个人主要是靠吃肉和喝奶为生 他是个游牧民 he lives on salary 这个人是一个工薪族 靠工资为生 he lives on his parents 当然不可能是吃父母亲的肉了 那成虎谷皮了 但咱们中国人也可以说他吃父母 什么意思呢 表示他的生活来源是父母亲给的 就长大之后 现在没有工作 父母亲来养活他 生活来源从哪里来 但注意这是人 如果要是动物主要是吃什么东西呢 动词得换了 反正什么呢 反正feed on something 叫动物以什么什么为主食 这个在写作中 咱们可能也会用到 比如说看例子 cows feed on hay cows是母牛或者是奶牛 这个母牛或者奶牛 是以甘草草料为生 这个hay到第30个幽灵之死会碰到 就牛马吃的草料 不可数名词 但是主要是吃草为生的 但是如果要是动用这个这个肉食性的动物 不是别的动物呢 这个时候动词又得变了 换成pray on 肉食性动物以其他动物为主食 主要是吃什么的 比如说再换一下 owls pray on mice owl是猫头鹰 叶猫子 猫头鹰 主要是吃老鼠为生的 主要捕食老鼠 mouth 这个mouth 复数 mice 就好了 当然大家注意啊 第二句话里面可以把它换成feed on 为什么呢 因为feed on something这个搭配 它对吃素还是吃肉是没有限制的 就是动物吃什么维生 后面可以是草料 也可以像老鼠啊 什么小兔子这些动物 但是pray on呢 用法窄一些 它表达了feed on一半的含义 后面一定是跟另外一种动物 它是捕食别的动物 这是以什么什么维生 几个在写作中容易搞混的表达 在英语中明显表达给中文更细腻 所以写作中措辞应该更谨慎 避免出现混淆的形象 好 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重 这个27课的这个63个重点句 我们就看到这里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册 第64个重点句 这个句子比较复杂 它出现在27课 130页的第一行到第四行 请看这句话 根据这一种说法 老师是靠卖知识为生的 哲学家是靠卖智慧为生的 牧师是靠出卖精神安慰为生的 这个句子里面第一个重点 就是剧手出现的非常重要的写作中 几乎是必备的习语 就是根据或者见于什么 就是in the light of 根据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见于什么什么 这在写作中是个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搭配 但是咱们知道 在本文中加定古色代 这是个英式英语的版本 因为在美式英语中 一般来说要去掉定古色代 换成in light of 咱们国内考试是没有准的 英试美试都可能会出现 那么当然咱们不要把英试美试 搭配的差别过分的夸大 绝大多数场合 英试美试搭配是完全一样的 这只是一些不同的一些个案 这个地方把它分开就好了 你看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看四级真题的片段 这是1994年一个四级阅读真题 别看是老题了 但是它句子难度 比现在考试并不低 咱们看一看 Reading is thought to be a kin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text The reader puts questions as a word to the text and get answers In the light of this He puts further questions and so on 这个里面充满了好多 咱们三册里出现过的习语 首先它说 阅读被认为是类似于读者和文章之间的 一种对话 一种交流 前面那个被认为是 咱们都知道了 关键看后面的a kind of a kind of 咱们在十四课的重点剧中曾经说过 它可以表示 类似于好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a kind of paradise 大家还记得吗 天堂般的地方 a sort of 这个hero 表示英雄般的人物 a kind of a sort of 这两个搭配 不但可以表示某一种的 也可以表示类似于什么的 本文中明显是做比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章又没有嘴嘛 它怎么会真正去说话呢 好像是 所以阅读好像是仿佛是读者和文章之间在交流 在谈话 然后呢 这个读者 the reader 像文章好像在提问题一样 但并不是真提问吧 所以好像在提问 这个地方做了个替换 刚才那个比喻用的是a kind of 这样一个短语 下面用的是固定搭配 as it were 好像是 这是固定其语 而且一般都是前后加逗号 把它分开跟其他地方分开 就做一个插入语来用 这个结构 我们未来在38克 这个这个就是指历史的那棵树 我们也会碰到 比如说 它好像是一本活字典一样 he is 逗号 as it were 逗号 a walking dictionary 它好像是一本会走路的字典 叫活字典 这个地方是好像了 好像在下文章提出问题 并且得到答案 那么根据或鉴于这些 这些什么呢 找上门呗 一定是这些答案了 就业语获得的答案 根据这些答案 它再提出更深入的问题 再获得答案 再提出问题 等等等等 and so on 等等等等 这是根据或鉴于 咱们一看用的是英联邦国家 这个用法 in the light 但是国内考试它的出处是没有准的 这个地方是用的英式用法 咱们看2006年考研英语的英语汉部分 这句话下面的话 横线让你翻译成中文了 he explored such problem consciously articulally and frankly first by asking factual questions then by asking moral questions finded by suggesting action which seems appropriate in the light of the factual and moral information which he has obtained 这句话结构比较复杂 翻译成中文可能有些障碍 他书中代言 这个他是指知识分子 就是他呢 钻研探索这个问题 怎么去探索呢 有意识的 调理清楚的 并且非常坦诚坦白的 去研究探索这个问题 下面又出现方式壮与 通用什么方式呢 首先通过提出一些 有关事实方面的问题 对吧 然后呢 通过提问一些 有关道德方面的问题 最终 那么根据 注意后面呢 根据或者建议这些 他业以获得的这些事实 和道德方面的信息 你不是去提问了吗 提问会获得一些回答一些信息呀 再建议去做一些看似 比较恰当的一些行动 究竟该怎么去做 我们的提议 该不该怎么去做 那么这个可能比较抽象 这是指知识分子的行为了 你比如说一开始 知识分子研究克隆技术 一开始先问一些 有关数据方面的问题 事实方面的问题 这克隆从数据上从事实上怎么去实现呢 用什么技术啊 这是事实问题 然后问一些有关道德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对人的克隆应该去做呀 对人的克隆可能有伦理道德问题等等等等 然后根据这些 他获得的事实和道德方面的这个信息 他在提议去做一些看似恰当行为 比如说我们最终判断 对人是不能克隆的 但是对动物可以小范围的进行克隆 就是知识分子探索问题的过程 大家看到这个in light of 根据或者鉴于什么来做模式 我们看到还是英联盟国家用法 但是你看在另一道国内考试考试题中 1999年6月份六级真题的第44题 这里面出现了美式用法了 I'm afraid that you have to alter your 就是什么views in light of the tragic news 那他 just arrived 我说我恐怕呀 你得改变一下你的什么观点了 后面是根据或者鉴于 已经传到这的这些悲惨的消息 根据这个悲惨的消息 要改变你的什么样的观点呢 既然是根据悲惨的消息 肯定是改变你乐观的观点 过于看好的这个观点 那么当然ABC的中应该选哪个 很容易选择 应该选Coptimistic 叫乐观的 反应是Pessimistic 悲观的 A选项的Indifference 冷漠的 冷漠的似乎也沾边一点 但是在本文中明显C选项更恰当 根据悲惨的消息 改变你乐观的观点 那么B选Destressing 表示令人痛苦的 令人很难过的 在这里面当然选C是最佳答案 但是我们站在这要注意 Inlight 表示不认识的话 这个题就很难做了 咱们看到是美式用法 这第一个剧中的重点根据或鉴于 当然根据鉴于在生活中可以替换 咱们不一定非得用 这个Inlight 还有Inlight 两个版本 当然大家知道可以用According to 或者In accordance with 也是根据或鉴于什么 这个时候把According 变成相应的同根的名字 Accordance 还有什么呢 像Considering 鉴于 考虑到什么 这个结构咱们在 第十九和飞猫的住内中见过 考虑到老太太师父这么大杯钱 这个Deal有不值一重的含义 大家还记得 还有什么呢 像我们用的Taking into account 都可以翻译成根据鉴于或考虑到 写作中可以替换 好本文中说根据这种说法 注意后面那个Statement 这个词是多一词 既可以翻译成说法 也可以表示正式的声明 本文中没有声明 当然是说法 哪个说法呢 就是本文中第一句话 那么据说每个人 都是靠卖东西为生的这句话 根据这个说法 老师像我这种人卖知识为生 哲学家卖智慧为生 那么牧师是靠出卖精神安慰为生的 我们注意到这里面省掉的动词了 因为在第一个并列句中出现的是Lib by 后面三个句子是并列关系 因为A B and C 三个句子最后用and的连接了 所以后面两个句子中 那个Lib被去掉 Lib by,Lib by 只剩下Gis by 把Lib去掉了 为什么? 因为并列句中 重复的V动词一般可以去掉 但是大家记住 并列句中V动词如果是借词结束 咱们最好把GIS留下 不要把GIS同时去掉 只是去掉这个V动词 GIS留下当一个根 当一个银子 让读者知道大概省得的是什么 好 那么这个知识呢比较重要 就是并列句中重复的V动词 一般我们都可以把它省掉 但是注意前提是什么? 是并列句 两个句子是并列的关系 像哥们弟兄一样 而不是主从句的关系 此话怎讲呢 咱看一下例子 Mary was happy But Jane miserable 瑪莉很开心 但是这个 Jane 这个女孩子呢 却很痛苦 你看我中间用连词连接 But And 都是连词 While 也是翻译着' 我们知道while 翻译着'的时候 也是并列连词 这么说过的 Whereas 跟while 是同一词 都可以翻译着' 怎么样 前后两句对比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个was去掉 为什么呢 上下两句话是并列关系 就可以直接说 And Jane miserable 就不用说was miserable 好 我们再看 但是下面这个句子就不能乱省了 Mary was happy when Jane was miserable 当Jane很痛苦时 Mary却很开心 大家注意 When在这里引导的是一个时间状欲从句 但前面是主句 尽管这个主句的未语动词was 跟从句未语动词was 是一样的 但这个时候这个was 不能去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属于并列句 这个繁重 好 还有一个知识点是什么呢 有同学以前问过 老师 那您说相邻的地方 咱们最好不用相同的词汇 那你看这三句话未语动词 都用live by live by 这不是用词重复了吗 其实这个地方用的一种特殊的修词 大家可能能知道 当然是排比 英语中叫parallelism排比 用结构相同或者类似的词汇 短语或一些句子并列出现 排比主要是为了增强语言的气势 使我们文章如逐层排浪滔滔而来 增强语言的气势 增强表现力 那么排比呢 在中文跟英语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中文中的排比句 一般是不省略任何成分的 这样构成排比的结构 比较对仗工整 而英语中不管那套 排比句中 如果并列的未语动词重复的话 这个未语动词一般是省掉的 咱们看一下例子 这是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在论读书中一个名言 有些书应该浅尝即合 其他书应该呼伦吞下 只有少数书应该咀嚼和消化 这个里面用的是B动词加to do 这个结构我们到了第四十课会讲到 它有好多意思 其中有一个含义可以翻成应该 但是前面句除了Bto do 后面句Others 我们看没有未语动词了 因为这三句话并列 A B 你看这里有end吧 end c吧 所以第二句话未语动词中 R被去掉只剩的to be了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那个R to be 那个R 还是被去掉了 这个地方还是依然用的是排笔的羞涩 就是有些少数书值得咀嚼消化 就是大多数书呢浅尝即合 大概翻了一下就扔了 另一些书呢 值得呼伦吞下 就从头到尾通读一遍 只有少数书值得咀嚼和消化 就得仔细仔细的扎母滋味 仔细的把里面精华把它去吸收 哪些少数书呢 就像你们手中拿的新概念英语第三册 这当然是书中的精华 值得咀嚼和消化 好 咱们再看培根的在同一篇文章论读书中另外一个句子 reading makes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读书使人充实 讨论使人机敏 协作使人精确 协作使人精确 这是大翻译家王佐良先生翻译的 那么大家注意 第一句话能出现微移动词mix 这个三句话还是并列 你看 a b and c 是有连词吧 但是后面两句都没有微移动词 省得的是什么 当然是mix conference makes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makes an exact man 都是并列的平行结构 这是排比了 但是重复微移动词统统被取掉了 注意这个conference在这不是会议 而是翻译讨论的意思 这个ready在这不是准备好的 也不是愿意的 而是通脑敏捷的机敏 所以这种省略在生活中呢 往往造成大家阅读的一些障碍 在写作中大家可能无意识的 就忘记了这种重复词应该省对了 咱们看在阅读中也是这样一个 常常会出现这个现象 比如咱们看2003年考研的一道阅读真题 咱们看能不能把它判断出来 它省得的是什么 It is said that in England death is pressing In Canada inevitable and in California optional Small vendor American's life expectancy has nearly doubled over the past century Failing hips can be replaced Clinical depression controlled Cataracts removed and a 30-minute surgical procedure 据说在英格兰死亡是迫在眉睫的 就每一秒钟都可能会死掉 这个pressing就像那urgent很紧急的 立刻就会发生 在加拿大呢 不可避免的只剩下一个 inevitable 我们发现这句子是残缺的 为什么呢 是不是省掉了 In Canada death is inevitable 这个这样的句子是并练吧 你看A B and C 所以呢它不但是连卫语动词被取到 A词被取到 连主语都没了 因为主语也一样啊 都是death 后面就好判断了 在加利福尼亚州怎么样 death is optional 死亡是可以选择的 可以选择不死 就是在英国你随时可能会死 在加拿大呢 你早晚得死 在加州呢 你可以选择不死 这表示在美国的加州 医学特别发达 我们可以选择不死 我们说small wonder 一点也不奇怪 为什么呢 美国人的live expectancy 就是人口预期寿命了 在过去的一个一百年中 一个世纪中 几乎已经翻翻了 filling 是这个出故障的 hip 这个地方本来表示屁股 派生意就跨骨 宽骨这个地方 跨骨 宽骨坏了 可以换一个新的 换一个刚的 对吧 那么临床抑郁症呢 control这个词是极无动词 在这control的不可能是畏语动词 否则少兵语了 我们看他省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can be controlled 临床抑郁症 可以被控制了 catarax是一种病 咱们叫白内障 这个病 catarax是怎么样呢 removed removed也是极无动词 在这没有病语了 可见不是畏语动词 肯定是被动啊 被动当然是前面 还是省掉了can be 能够被切除 白内障可以摘除了 用30分钟的外科手术 就会摘除了 所以大家看到整个 这个句子省掉了很多成分 因为前面都出现过 后面句子也是用排比了 结构都一样 你看前面用can be replaced 后面can be controlled can be removed 后面两个can be 同时被去到了 因为前面的句子 逐语畏语都一样 逐语畏语都没了 后面几个小的排比呢 畏语一样 逐语不一样 那么重复的畏语就去掉了 所以咱们的阅读中 得判断出来省掉的是什么 重复的畏语动词一般都可以去掉 这个句子重点 咱们就看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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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